而在体操的赛场上,中国男队再一次出战,夺得了一枚分量最重的男团金牌,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次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九枚金牌。 按照规则,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将从调环开始,以跳马、双杠、单杠、自由体操、安马的顺序进行比赛。 在调环中,有调环王子之称的陈一斌发挥出色,每个动作都一次到位,环绳基本不动,最后得到15.8的高分。 第二个项目是跳马,中国队派出了邹凯、张成龙、冯哲三位队员。 跳马是男团比赛中风险最大的项目,不过中国队的三名队员表现出色,得到了48.316的分数。 两项过后,中国队总分93.215分,排名第一。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越拼越勇,把第一的位置牢牢攥在自己手中。 中国队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安马。 陈一斌、郭伟扬、张成龙顶住压力,零失误完成了安马的比赛。 而日本队在强大的压力下,安马上出现了重大失误,选手直接掉下气泄。 最终,中国队拿下了男子体操团体这枚分量最重的金牌。 而日本队经过申诉,拿到了男子体操的亚军中道主英国队位列第三。